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在星期三发布年度报告 批评中共当局严厉侵犯宗教自由权利 报告建议把中国确定为宗教自由状况特别值得关注的国家 而且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还联合撰文 要求美国政府能够就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一事 向中共当局施压 1999年以来 美国国务院一直将中国确定为宗教自由状况特别值得关注的国家 4月30号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发布年度报告指出 中共当局继续对宗教自由实施特别严厉的侵犯 中共宪法所谓保障公民的宗教自由 实际上只是保障通常的宗教活动 而非明确保障在没有国家干预情况下 个人行使信仰自由的权利 报告说 在过去一年里 藏族佛教徒和维吾尔族穆斯林的状况 是10年来最糟糕的 独立的天主教徒和基督徒面临被捕 罚款以及礼拜堂被关闭 法轮功学员 佛教徒 民间宗教信徒 以及基督教新教组织 则被冠以迷信或邪教的罪名 面临长期刑拘或被迫放弃信仰 被关押并遭受酷刑 报告还指出 中共对于有关部门搞精神病学实验 摘取人体器官的检举 从未做出回应 鉴于中共这些系统的 令人震惊的 仍在进行中的对宗教自由的侵犯 报告再次建议 国务院将中国确定为 宗教自由状况 特别值得关注的国家 北京基督教家庭教会成员 徐永海表示 从他们所在教会的遭遇来看 中国的宗教自由状况 确实恶化了 除了对信仰团体 进行抓捕和打压外 中共还在各地大肆强拆教堂 4月28号 浙江当局不顾当地基督徒 一个多月来的坚守和维权 不顾全世界基督徒的反对 强拆了温州市的三江教堂 和多地教堂以及十字架 引发全球公愤 4月30号 在美国加州洛杉矶 中国驻美领事馆的门口 聚集了一群包括美国牧师 华人教会牧师及基督徒等 抗议中共侵犯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 同时还向领馆递交了公开信 以及全世界牧师的联合声明 公开信就是我们要求中国政府 对拆毁三江堂的主要责任人 进行公益的审判 另外就是要求中国政府 立即停止对基督教的 全国性的大逼迫行动 另一方面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 威特和副主席格兰顿联合撰文 要求美国政府就法轮功学员遭迫害一事 向北京施压 文章指出 中国的法轮功遭到严重迫害 已经悄悄进入第15年 这个团体以民想 修炼 道德戒律为特征 讲求和平 却遭到中共的残酷拘禁 诽谤和公然消灭 文章表示 此刻是华盛顿和全世界 关注他们的艰难的时候了 时事评论员蓝述指出 目前中共与民众之间的矛盾 处于最尖锐的时期 再加上他对各种宗教团体 以及对信仰真善忍 法轮功团体的镇压 已经引起全民反迫害 中共镇压不下去了 在目前这个状态下 谁来承担镇压法轮功 所遗留的社会问题 镇压法轮功所带来的这个责任 这个罪行由谁来承担 这个东西是 目前让中共的高层四分五裂 焦头烂额 各个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 都想把别人踢出去当踢罪羊 蓝述分析 中共对法轮功问题的走向 将是中国宗教信仰自由 是否改善的风向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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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